许多铲使官疼爱猫咪就和疼爱小孩是一样的呢?那可真是,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,尽可能地给他们最好的,除了每天都恨不得天天折腾自家的小可爱,给他们最好的陪伴,同时也愿意给猫咪们最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。 猫咪们有一些缺点铲使官们也能接受,就比如胖这个缺点了,有些铲使官其实不觉得胖是缺点呢?他们甚至就觉得猫咪胖乎乎的才好看呢?毕竟胖乎乎的话手感好多了,抱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娃娃一样,软绵绵的别提多舒服啦? 肉呼呼的猫咪摸起来是软软的,毕竟身上都是肉麻,手感肯定是比瘦的猫咪要好很多的啦,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胖也有不好的地方,那就是会可能给猫咪的身体造成负担,可能会生病。 今天小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只橘猫,它的缺点就是胖,而且不是一般的胖,没有给橘猫界丢脸,能够在橘猫界里胖胖猫,排行榜中位列前排呢? 其实刚开始产史观养这只猫咪的时候,橘猫还是挺瘦的,毕竟橘猫在到这个家庭之前,橘猫的伙食不太好,而且平常它也总是被拿出去溜弯,所以那个时候的橘猫还是不胖的。 可是当它来到这个家庭之后,由于家里面的人都非常宠溺着橘猫,橘猫自然而然也就膨胀了,每天就在家里面睡睡觉,睡醒了就吃,产史观又特别疼爱橘猫,什么好吃的都给猫咪吃,这橘猫也渐渐养成了,不仅非常贪吃,还非常喜欢睡觉的习惯。 在家里面没有什么事的时候,橘猫就喜欢呼呼大睡,有的时候一睡就能睡一整天,醒了之后肚子饿了就去找吃的,吃完之后还能继续睡,主人真的都是服了它了,于是就把它送到乡下去。 毕竟乡下的活动空间比较大,它可以自由玩耍的地方比较多,加上乡下没什么好吃的,果实变差了,那橘猫肯定就能变瘦了。 令主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几个月之后再去看自家橘猫,没有想到它居然更胖了,产史观直接泪崩了。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,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,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